这一件兵器 它和著名的月王勾剑剑齐名 并称为古代兵器的双绝 它就是吴王夫差卯 月王勾剑 吴王夫差 曾经是战场上兵戎相见的生死冤家 如今 勾剑剑 夫差卯 仿佛也跨越时空 一同讲述着两千多年前的那段 吴月争雄的岁月 兵器面面观 冷兵器档案 吴王夫差卯 正在播出 1965年隆冬 中国湖北省荆州市市郊的济南城 张河水库的修建工程正在进行 当水渠延伸到济南城西北七公里时 土层看上去有些与众不同 济南城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是楚国的都城 素以古墓众多而筑成 文讯而来的考古专家们经过勘探 发现这里地下埋藏有古代墓葬 至少五十多座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展开 在望山一号墓 专家们发现了一件西式珍宝 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内观打开 大家发现在内观尸首骨架的左侧 有一把装在黑色漆木剑鞘内的青铜剑 这把青铜剑剑刃双开 边缘薄如纸 目测不到一毫米 剑隔向外突出 正面相有蓝色琉璃 后面相有绿松石 剑身上有纵横交错的黑色菱形花纹 精美异常 在青铜剑剑身正面 靠近剑隔的地方 可有两行鸟转名文 月王勾剑自作用剑 这把月王勾剑剑 剑身历经两千多年 没有丝毫地秀实 被誉为天下第一件 1983年 专家们正在发掘一座褚木 隋葬品中有一件兵器 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它通常29.5厘米 气身布满精美的几何形花纹 尚有八字错金名文 名文的最后一个字非常复杂 以前没有出现过 专家们对这个字进行了多方考证 再结合兵器的形状特点 最终确定这个字为毛 兵器上的八字名文为 吴王夫拆自作用毛 吴王夫拆毛 包括毛头和毛饼两部分 毛饼应该是木制的 早已朽烂 毛头装饰有黑色米字型花纹 中部的挤成三棱形 挤的左右两边展开形成待刃的毛叶 并向前聚集成锐利的尖锋 毛挤两侧带有凹槽 称为饮穴 当毛刺入敌人身体时 可同时进气 拔出毛时能够减少阻力 又让敌人失血更多 极具杀伤力 毛头后端柱有瘦头 采用浮雕工艺 非常精美 岳王勾剑剑和吴王夫拆毛 虽然是两千多年前的兵器 但是锋刃依然寒光闪闪 专家经过鉴定发现 他们都使用了复合金属工艺 不同部位有着不同的金属配比 箭脊和毛脊含铜多 韧性好 不易折断 箭刃和毛刃含膝膏 硬度大 十分锋利 花纹处含硫膏 硫化铜可以防止锈石 保持花纹的艳力 此外 两件兵器都筑有明纹 笔划宽度不到0.4毫米 有的专家认为 当时要铸造出这样的兵器 必须达到四千度以上的高温 至于吴越工匠是如何让炉火达到这么高的温度 仍然不得而知 中国春秋末年 诸侯争霸 在中国的东南部 相邻的吴国和越国为了各自利益 成为赤丑 征战不断 越王勾建和吴王夫差的恩怨 就源于他们的父辈 公元前496年 越王允常去世 他的儿子勾建即位 越国正举行国丧 吴王和吕就开始攻城了 越王勾建想出了一个破敌之策 他让大批死囚来到阵前 集体自杀而死 吴国士兵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一时间有些乱了阵脚 越军乘机突然发动猛攻 冲杀中 吴王和吕重箭负伤 回去后不久就死了 吴王夫差继承吴国王位 努力富国强兵 吴王夫差亲率士兵 攻打越国 一雪前耻 越国惨败 沦为吴国的蜀国 越王勾建也成了人质 到吴国为吴王夫差养马 他尽力奉迎讨好夫差 勾建完全丧失斗志的状态 麻痹了吴王夫差 后来夫差让勾建回到越国 勾建回到越国以后 卧心尝胆发愤图强 努力使越国发展壮大 而此时的吴王夫差 对越国完全放松了警惕 他一心想着北进争霸中原 公元前489年 夫差听说齐国国君齐景公死后 心力君主又小无事 大臣争权夺利 于是准备攻打齐国 大臣吴子虚极力劝谏阻止 他说 越王勾建吃饭不吃两样以上的菜药 穿衣不穿两种以上颜色的衣服 而且吊咽死者 慰问兵者 他这是一心想复仇 现在越国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大王您却把兵力用于攻打齐国 难道不是大错特错 夫差不听吴子虚的话 继续北伐齐国 大破齐兵 公元前487年 夫差率兵讨伐鲁国 仅两年后 夫差打算再次北伐齐国 吴子虚再次痛心疾首地劝谏 此时 夫差已经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他觉得称霸中原指日可待 他没有听吴子虚的反复劝谏 反而一气之下将其赐死 公元前482年 吴王夫差为了与晋国等北方的诸侯国争霸 率领大军北上 后方空虚 岳王勾建看准时机 出兵向吴国猛扑过来 就在夫差得意洋洋地向北方各国耀武扬威的时候 岳国的军队已经打到吴国的国都孤苏城 也就是今天中国江苏省的苏州市 公元前478年 吴国和越国在长江两岸对峙 最后一次王者决战由此展开 勾建将越国的军队分为左右两军 从不同方向悄悄转移到长江岸边 半夜 他命令两军使劲鸣鼓 吴军以为越军分尸渡江采取夹击策略 于是也把自己的军队分为两部分 分头前取迎帝 这时岳王勾建亲率精兵强将 悄悄渡江上岸 向吴军空虚的大营发起猛攻 接着越军左右两军 也从两边向吴军压过来 吴军三战三败 夫差被迫派人向勾建求和 但勾建表示拒绝 夫差常谈 我后悔不听吴子虚之言 让自己陷入今日之绝境 说完拔剑自吻 吴国灭亡 我后悔不听吴军 你不听吴军 他以为他对着 他不听吴军 我后悔不听吴军 或是要留意 清朝乾隆皇帝微服私访时 手里总会拿着一把折扇 关键时刻 这把折扇还能充当防身的兵器 实际上清代的皇帝都是配刀防身 乾隆皇帝本人 还是一位狂热的刀剑收藏者 那么清宫都有哪些著名的宝刀利剑呢 兵器面面观 冷兵器档案 清宫宝刀正在播出 乾隆十四年及一七四九年 成都一处名叫班兰山的地方 也就是今天四川八朗山下 一辆球车正在缓慢前行 负责押戒的官兵身穿黄马褂 这是大内高级侍卫们的制服 显然他们押戒的不是普通的罪犯 车上的囚犯名叫纳钦 乾隆皇帝的朝中重臣 宝和殿大学士兼立部尚书 此前 纳钦因在大小金川的作战中指挥不力 致使清军屡次损兵折将 乾隆皇帝的一气之下 降旨将其割止 押往京城受审 这一天 球车行进途中 一匹快马传来了乾隆皇帝的上誉 随同圣旨到来的还有一把宝刀 乾隆皇帝在圣旨里说 纳钦不必押回京城受审了 负责押解纳钦的大内侍卫 可以直接用御刺宝刀将纳钦就地正法 这把随圣旨前来的宝刀 正是赫赫有名的厄壁龙刀 纳钦见到厄壁龙刀立刻泪流满面 厄壁龙是纳钦的爷爷 用爷爷的刀杀孙子 显然是天龙皇帝故意为之 纳钦被斩杀后 接替他的将领 携厄壁龙刀以壮升威 再次领兵出征 终于平定金船 一时间厄壁龙刀的名气大震 民间百姓甚至传说 厄壁龙刀在风雨之夜 会呈现出紫色 显得寒气逼人 实际上厄壁龙刀看上去并不起眼 刀长仅60厘米 刀鞘为木质 外包绿色鲨鱼皮 紫泥刀套 此刀最早的主人 是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之一的厄壁龙 此人英勇善战 功勋夺主 请顺至皇帝去世时 留下一诏命令索泥 调拜厄壁龙 与苏克萨哈四人为顾命大臣 辅佐右主康熙 这把刀应是御刺之物 刀以人命令 厄壁龙死后刀入宫中 据说每逢大战必以此刀兼军 有先斩后奏之权 起着上方宝剑的作用 厄壁龙刀最后一次出现在1851年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请咸丰皇帝派大学士塞尚阿 为钦差大臣率军出政 临行前 咸丰皇帝将厄壁龙刀授予塞尚阿 以撞军威 然而厄壁龙刀并未给战局带来转机 不久塞尚阿也因指挥不力被夺职 而咸丰皇帝一气之下将气发在厄壁龙刀上 他将这把刀视为不祥之物 命人深藏轻功内斧再不适人 中国古代有刀剑之分 他们之间最直观的区别就是刀是单边开刃 剑是双侧开刃 刀适合砍 剑适合刺 对普通战士来讲 在战场上刀的杀伤力远远高于箭 汉代时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骑兵的作战需要 刀成为骑兵的重要装备兵器 步兵也开始大量装备了这种厚重刀背的单刃刀 经过汉代以后四百多年的实战洗礼 中国的制刀技术发展很快 到了唐朝 以执刀为代表的制刀技术发展到了顶峰 乾隆十三年即1748年 乾隆皇帝供命人铸造了天字号宝刀三十把 地字号宝剑三十把 这也是乾隆皇帝铸造的第一批宝刀 这批刀剑五把一份 盛放在十二个长方箱内 收纳刀的长方箱命名为战恶韬鲸 成剑的名为神风卧圣 其中宝刀从天字一号到天字三十号命名 每把刀又各有专名 乾隆御用大月妖刀 因刀身有天字一号和炼金字样 因此又称天字一号宝刀 刀身上有名文乾隆年制 另有金银铜丝组成的匠人筑刀图案 刀柄木制装饰红珊瑚绿松石青金石等 宝刀附有一块木牌 盛免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 欲用欠松儿时金桃皮腰刀一口 乾隆御制宝刀 大部分刀鞘全是用金桃皮包裹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金桃皮 这是一种黑龙江野生桃树枝条的皮 色泽金黄 很像表面涂了一层金漆 故而得名 乾隆皇帝的御用宝刀 都是用上等金刚打造而成 正反面各有一道血槽 御用刀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腰刀 一种是配刀 腰刀的刀身通体为直线形 长度比一般的长剑稍短一些 而配刀的造型则更加小巧 乾隆御用刀的装饰极为华美 在刀鞘和刀柄处有的用金丝盘绕 有的镶嵌宝石 还有的雕饰美丽的花纹 各种工艺技法 融于一身非常精致 乾隆皇帝不仅亲自参与了 御用宝刀的设计 而且还用法律的形式加以规范 乾隆二十四年及一七五九年 由乾隆皇帝亲自筹划的 《皇朝礼器图示》正式撰写完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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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